屏東山區的雨量真的太驚人了 48小時內 霧台家夢還有新馬家測案 都嚇破了1000毫米 像是春日香的山區 出現了驚人的瀑布 衝些下來 夾帶著有碎石塊 衝到了路面上 另外呢 艾遼溪的也因為暴漲的關係 讓三地門大橋 看起來是岌岌可危 有民眾就發現了 三地門新橋中間 有出現了一個裂縫 這個橋面好像快要被分成兩半了 公路總局趕緊的做了預防性的封橋 後來發現是伸縮縫內的繡石脫落 並不會影響到整體的結構安全 平凳春日山區山坡 出現驚人瀑布 兩條洪水沖泄下來 混雜著土石泥塊 結果山區道路都是碎石塊 根本中斷 英明男子走在路上 看來顯像還身 廠不能堵啦 內裡溪溪水暴漲 不但直逼堤防 而且水流流速湍急 另一邊還直接漫上柏油路面 驚人景象讓山區居民看了心驚膽跳 狂風暴雨 艾遼溪溪水水暴漲 水流洶湧 衝擊三地門大橋橋端 結果艾遼溪河床 因為降雨水未爆氈 書俊變道也被淹沒 看不見了 颱風減弱成熱低壓 但雨勢威力不減 從七號到八號上午 短短四十八小時 平東山區雨量灌全台 家務跟新馬家側站 下坡一千毫米 民眾拍下三地門新橋慘況 中間出現長長一條明顯裂縫 把橋面直接分成兩半 難道經不起連日暴雨橋要斷了嗎 但公路總局澄清 這個裂縫是伸縫縫內的腳缸 繡石脫落造成不影響結構安全 七號下午已經預警性封閉 短時間要通行恐怕 Datom補平之後 但橋面裂痕還是令人 觸目驚心 記者張春華評的報導 好 不知道我們在線上呢 有沒有屏東的好朋友 在我們的聊天室 幫我們加以一下 讓我們知道說 你目前的狀況如何 因為現在看到呢 這波的熱帶低壓 猛烈的雨是 屏東有許多的村莊 都像這樣子泡在水中 像是呢 加東有車輛跟駕駛 都受困了 還有一輛車呢 是幾乎要面頂 另外在南州鄉有個男子 因為前一晚呢 不慎跌落的大牌水溝 在今天早上搜救單位 再次的出動 兩艘的救生艇 沿岸來搜索 而另外呢 連落大牌也因為水位暴漲的關係 防洪橋被衝破 這水就直接灌進了 整個村子裡面 把農田跟道路全都給淹沒了 這輛車居然泡在水中 幾乎滅頂救災人員 緊急查看 信號裡面沒有人員受困 力量藍色轎車 半個車身泡水中 駕駛被順利救出 但不只加東 有人因為淹水受困 南州鄉萬華村 七號晚間 一名男子 疑似因為大雨不慎跌落 滿水位的大排水溝 直到八號上午 已久變巡不著 後遼溪上下游 總共出動兩艘救生艇沿岸搜索 希望搶在黃金救援時間 找到落水男子 直到八號上午 雨還在下 當地萬華村 水也還在淹 積水大約腳踝高度 民眾出門採買 遇到水深處 得牽機車徒步射水 還有居民忙著 把前一晚漫進屋內的水 給清掃出去 抱怨連連 車都開得很離譜 都開得很快 喝水喝得不動 不然又開得很快 萬丹鄉 新安村 整個村子泡在水中 分不起哪裡是農田 哪裡有道路 原來因為凌落大排 溪水暴漲衝破防洪牆 大水直貫全村 把道路都淹沒了 港溪村七號整天 水淹民宅馬路水路 分不清楚 汽機車泡水 好不容易隔天水退了 但居民週末假日 整天都在清掃家園 把泡了黃泥水的家具 洗刷乾淨 希望這個熱地壓 帶來的猛烈雨勢 到此為止 再淹下去 居民可受不了 記者張初華評都報導 盧皮颱風離台之後 回魂復活 又從熱帶性低氣壓 變成了颱風 墾丁跟恆春一早就降下了大雷雨 船帆時跟南灣水淹半個輪胎高 有遊客呢 在清晨的時候 驚醒過來 趕快到民宿外頭去移車 以免進水泡錨 而另外呢 恆春也發生了民宅泡水的情況 附近的道路泥流 就從山坡上崩落下來 到大馬路上 小貨車要經過都動彈不得 清晨天還沒亮 墾丁船帆時 打雷閃電降下 磅沃大雨 沿岸停車場水淹半個輪胎高 遊客被大雨吵醒 走出民宿一看 發現不得了 趕緊把車開走 以免進水拋錨 附近南灣掀起三米大浪 沙灘上滿滿漂流木 附近加油站外夜開始淹水 民眾打開手機 果然收到大雷雨通知 還有一級淹水警戒 恆春市區同樣泡在水裡 湖內陸水深半個輪胎高 快淹進民宅 民眾趕緊堆起沙包 商工校園一片汪洋 附近道路也發生 土石逆流探方 小貨車卡到黃泥動彈不得 出動農用機具協助脫困 工程車也陸續抵達清理路面 想說這個提防是不是能夠再高一點 半米左右 他應該就不會流下來了 恆春肯定因為暴雨淹水 這都是因為 蘆壁經過台灣時 變成熱帶性低氣壓 但離台後又變成颱風回魂復活 外圍環流帶來強烈雨勢 地外地區和道路要特別注意防範淹水 記者當初王書宏 屏東報導 中南部的好朋友們 是不是在昨天晚上 真的都睡不太好呢 因為雨實在下得太大了 也很擔心會不會淹水的情況 像是高雄就大雨不斷 昨天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的停車場 經見的滾滾巨浪 原來是高頻溪暴漲 彷彿是大浪來襲一樣 就吞噬了整個停車場 早上還有民眾是帶釣具來釣魚 而君民也說這裡從來沒有看過 是淹成這個樣子的 擔心到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大水已經上到停車場這邊了 滾滾洪水伴隨泥沙鋪上岸 彷彿海浪 潑淘汹湧 但這不是海鵝市高頻溪河水暴漲 佛光山停車場整個被吞噬 淹成一片 隔天水位依舊滿溢 黃色溪水隨時在吞沒 前一天兩米深現在人就滿地爛泥 有民眾一早帶著釣具來釣魚 快點下去 快點 高頻溪暴漲原本的柏油路 統統變成泥巴地 相當恐怖 父親居民一個個來了 擔心到整晚都沒睡 要來看看大水退了沒 這個河溪從來沒有滿過這樣 這很深喔 我差不多兩米多 我人家不敢靠近來昨天 不是這個就從來沒有淹到這個橋面 你看 昨天就直接把它沖燒上來了 很恐怖啊 怎麼說 這個你看它整個溪水暴漲到上面啊 那個攻守線都拉起來 由於停車場距離高頻溪只有近十公尺 距離岸邊沒有架設防潑堤 所幸當時停車場內沒有車 但含進淹大水也讓附近居民 實在很擔心 這是登明馬家瑜高雄報導 也不見得了